2月除了有新年,還有情人寺,而今年的2月14日就是初三 不用去百年,可以跟情人玩遊戲過一下異人世界 單身的朋友,不要走住! 配合到地球上所有動物的感受,我都會介紹一些單人遊戲給你 讓你可以和Block Game度過這個尺口 第一款要介紹的是情書系列 玩家需要透過公主身邊的人物關係將情書送給公主 回一玩家一張手牌,回合中抽一張牌,然後打出一張牌發動效果 利用卡牌的效果令對方出局 如果只剩下一個未出局的話,這樣你就會立即贏得這輪遊戲 獲得一個忠情標記,又或者當牌庫用完的時候 未出局的玩家就會公開手牌 數字最大的玩家就贏出這輪遊戲獲得一個忠情標記 遊戲進行多輪之後,擁有一定忠情標記的玩家就成為贏家了 除了普通版的情書之外,還有Marvel版的情書 讓復仇者聯盟和滅伯可以一較高下 不敢在你女朋友面前給情書公主,不怕,我們還有警公主 幫公主和她的如意狼君相會 為玩家操控一種顏色的角色,將你心儀的禁邊為隊長 擺在對手底線後的正中央 遊戲中,玩家可以選擇將雙輪的屏風對調,或者將公主或鏡頭去底線 對調完屏風之後,你可以嘗試找出對手公主的所在位置 對手必須要給你看看屏風後面是什麼 如果真是公主的話,他就要將公主放回底線 而你就可以再額外多一個回合 相反,如果不是公主的話,你來回合立即結束 而對手就可以額外多一個回合 最先令自己公主站在錦衣位隊長前面的人就成為贏家了 不想再見到公主,我們可以做農夫農家的雙人版 遊戲會進行八個回合,每個回合有四個階段 補充階段就是將資源放在相應位置作準備 工作階段的時候,玩家輪流放置一個工人到版圖上的行動格 例如放在這裡,就可以立即拿走隔內的所有木 回家階段就是將所有工人放回自己的村莊 最後,凡這階段就是會有兩隻同種動物就可以生到一隻B 每個回合中,會中動物最多可以生到一隻B 記得要留足夠空間給他們 面對土地問題,他們會立即離開 八個回合之後,根據你有的資源和動物計分 最高分的就成為贏家了 單身的朋友不用宣揚玩雙人版的 龍家樂還有合家歡版 沒錯,一個人玩合家歡,遊戲會進行十四個回合 分別有三個階段,準備、行動和回家階段 和剛剛雙人版相近 這次的人就不是工人,而是你的家庭成員 當你看到人家有這麼多家庭成員 而你就自己一個人在玩合家歡版的時候 你就會明白一個人是最開心 因為每個家庭成員都需要有一間房去住 連劏房都不肯住 在某幾個回合中,我們會有修成階段 有修成的同時,也要餵養家人 遊戲結束的時候,就看看自己可以得到多少分 反正都是一個人,不如留下方都一個人靜一下 星期五,遊戲裡面有冒險卡、盧賓順卡和老化卡 遊戲有三個階段,玩家需要挑戰三個階段的冒險 然後再打兩群海盜,這樣才能贏得遊戲 遊戲中,玩家需要抽兩張的冒險卡,然後二選一保留 而冒險卡也會根據當前的階段 而有不同的戰鬥者 玩家需要透過盧賓順卡上面的戰鬥值和技能去克服這些挑戰 如果完成不了挑戰的話,這樣就會扣血 成功沿船這些挑戰的話,就可以將冒險卡變成之後的老奔信卡 當沒有冒險卡的時候,將冒險器材的卡牌重駛,開始下階段 三個階段都完結之後,就會打兩群海盜 必須要贏兩群海盜才能贏得遊戲 除了面對這些挑戰之外,遊戲裡面的老化卡也會影響你的能力 最後再介紹黑白摺婆,玩法很簡單就是摺紙 你的目標就是摺到它一面黑一面霸 記得只開用摺的方式 遊戲裡面有兩種色紙,代表不同的難度 摺紙一下就一天,可以說是摺自己的必備遊戲 一個人出街,又是一個人 不如另一個站也會出街 今天的介紹就來到這裡了,先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單身的朋友就赤口快樂 有興趣的更多遊戲的話,就來我們Facebook和Instagram 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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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